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大家打开微信点击发现 摇一摇就可能获得精美的礼品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音频播出 更多的世界用听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心理专家柏燕怡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没有依靠 我自己就是考试 考慌的爱自己 做自己 考慮自己活出的王大 大学是人胜党精彩 我是周丽 今天三十四了 现在是在一个公益主子里当讲师 别看我现在好像每天都打了鸡血似的 到处给人演讲 实际上我内心有个心结 想起老公 我都觉得很内疚 离婚之前 我说话比较冲 对他也总是指手画脚 很少估计到他的感受 常常闹得很不愉快 如果不是那场车祸 我都不会意识到他的好 所以我很想接上节目的机会 向他说一声 老公 对不起 当初我不该冲动之下 离了婚 掌声有请被执行人丈夫卢志刚 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坐 离了婚是吧 对 哪一年 15年 因为就是 他太强势了吧 所以你是主动离婚 还是被离婚 我是被离婚 什么滋味 很不好受吧 是被抛弃的感觉 其实吧 在东北 要是被一个女人来提出离婚的话 就是感觉到很没有面子 有点憋屈是吧 对 你怎么总结你自己个人的性格 是个老实人 我这个就是性格比较内向 言语表达的不是那么太清晰吧 掌声有请志仙人妻子赵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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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你是个老实人吗 干嘛要抛弃别人 因为我脾气不太好 挺暴躁的 然后比较强势 你是从小脾气就不太好是吧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 然后我有姊妹三个 我是老二 但是我脾气很强势 我比较怅劲 那老大老三脾气怎么样 姐姐比较温柔 弟弟是那种比较贪玩 就是不在乎那种 你来道歉是要来干嘛 来复婚 不是 我们已经重新开始了 也是因为出了一场车祸吧 看来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故事 那咱们从哪说起呢 小时候我也是比较吵架吧 然后中学没毕业 然后就去学理发了 然后开了一年理发店 理发店不做了 然后去跑到县城里面去给人卖服装 打工 在很短的时间我从店员做到店长 因为成为店长了嘛 要管很多人也比较强势 然后在工作方面比较认真 周围的朋友公同事什么的还比较对我挺赞赏的 因为这个 然后那个时候给我介绍对象 然后就是他 第一眼看上了吗 还可以吧 就觉得他挺老实的 也不怎么带说话 因为我家条件不太好 他家的条件也不太好 这方面就比较差不多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听朋友说嘛 因为很多小伙子他们都是说去打牌呀 然后去喝酒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 他可能是去外地跟他哥哥去打工 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 也会帮上家里面干一些活去挣钱 所以他是你要找的那种人吗 因为我也比较勤奋嘛 他也比较勤奋 就这一点对我挺吸引的 然后我们就妈妈就接触了 你第一眼对他满意吗 很满意 因为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也很善良 为人出事的话也很好 你们俩家庭条件一般是吧 我家的条件很一般 虽然是住在城里头 但是家里没有地 只能说是一年四季是在外面打工 以打工为生 你们俩恋爱多久结的婚 三年吧 三年都是在一起吗 也没有 是因为他在外地打工嘛 然后我在家在这边 就是成为了我们是两地恋 然后我们经常会打电话 我下班的时候会上网吧 视频两个人才能见一面 然后聊聊天 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没有聊什么 就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觉得挺开心 挺幸福的 然后就有一天 他跟我说 那边有一个女孩喜欢他 我一想这也不行啊 我也不想放弃嘛 觉得人家挺好的 我就把工作辞了 然后我就跑到他那里去找他 你是没有想到还有女人喜欢他吗 你心里是有一点那么像 你是吃醋了吧 对 对吧 你是想先占领高地吧 对 就着急了嘛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觉得吧 正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女生 我在乎她 所以我才把我心里的感受跟她说了 也有点激将法的意思 有点炫耀的意思 是 所以你也不老实嘛 然后呢 她刚开始打电话 说是要过来 我就没有相信 我就以为她是在家里头 店长干得好好的也很萌 不可能过来 以为就是一句玩笑话 完了过了两天以后呢 她给我打电话 说是已经到这里了 这我才相信 然后我就接着她 然后我打电话 我就跟她说了 直接我就说了 我说要不然 你跟我回家结婚吧 要不然就分手 你这话像逼婚吗 也不是逼婚 她有选择呀 那你可以选择分手啊 你这话说的 你看你这强势的劲就出来了 你即便是想结婚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那两个月她之后 她跟我回老家了 所以你这种人最容易被利用 非黑即白 人家一小伎俩 一使你马上就上钩了 你说的这番话 恰恰是你想要的嘛 哎 接了 就接了单单 父母见面 然后就结婚了 当然了 结婚嘛 要需要一个婚房 那个时候 也没有太多的钱 在我们东北老家 要买个七十多米的婚房的话 贷款 得交五帮钱首付 双方父母承担一点 加上我们自己的积蓄 然后就贷款了 买了一个这样的婚房 买房的时候 我还跟她开玩笑 嗯 我说 买房的时候 这房子必须要写我的名字 嗯 其实 那个时候想想 也是有一点私心的 安全感 结果没有想到是真的写了我的名字 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有一点幸福 写她的名字 是你的决定还是父母的决定 是我的决定 我母亲也不同意 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写在我的名字 我就觉得呢 她为了我放弃了很多 把那个辛辛苦苦当上了店长 把店长也辞掉了 我就觉得呢 也没为她做些什么 就把这个方 写在了她的名下 嗯 我的感觉是 你们在那恋爱的三年 尤其是异地的那一年当中 其实你的那种强势性格 并没有怎么体现 因为你们不太在一起 嗯 直到你来逼婚的时候 那句话才体现了你的强势性格 后来提出在房产证上写你的名字 也体现出了你的强势性格 嗯 是吧 也就是说在办婚礼的时候 你的这种性格初见端倪 慢慢的露了出来 嗯 结婚之后是不是越来越厉害 房子买完了 要考到装修了 嗯 装修就没有钱了嘛 嗯 然后我们都去打零工 因为在东北的话 只有季节性的活 嗯 嗯 例如就是夏天可以去帮人擦秧 擦水道 好 但是不会啊 然后得去学 给别人的话成熟的话 会的话是两百五天一天 然后给我是一一百五一天 我两天时间学会了 第三天我就挣两百一天的 然后虽然生活很累啊很脏 嗯 但是觉得买开心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干口去 装成这房子 挣了钱 然后就往这房里面听点什么东西 秋天还可以去装凉 嗯 然后挣了钱 终于把这个房子装好了 那说明这个房子里面 其实积攒了你们很多的一些点滴的快乐 嗯 还有劳动的汗水 对 那段时间还挺好 对没有吵架 他也都听你的是吗 对 一年之后我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 然后就是说考虑到压力也有大了嘛 然后也不能总打零工 然后就想到去找一份就是说比较稳定的工作 他就找了一份就是帮别人开车拉撒的那个活 然后我自己在家照顾自己 他本来吧也是说 你怀孕了女人嘛 需要照顾我 要不然我就先不干的活 交到别的活干 然后在家能有时间照顾你 嗯 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你照顾我 我说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就挣钱就行了 那段时间你怀孕的时候会发脾气吗 也会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卖瓜 他怀孕的时候 嗯 我就心思做点小满满 嗯 因为没做过嘛 也不懂 我也张不开这个嘴也就是耗面子嘛 因为卖瓜又需要吆喝嘛 我肯定吆喝不出来 回事怎么办呢 我就上那个商场 去买了一个喇巴 去录成音 录完音之后呢 放在车上 然后再走些串项去卖 头两次还可以 头两次是我一个哥们 他就卖瓜的 完了呢 他是带着我去了两次 第三次就是自己去浸的瓜 嗯 就是 嗯 不是太懂 就没浸好 上的瓜呢 就有很多是生的 没熟 完了很多顾客呢 买完之后呢 就纷纷都 就都给退回来了 等晚上回到家之后 他就当着他的父母还有我母亲的面 给我一顿骂 骂的难听吗 当着他的父母还有我母亲的面 你们都住在一起 嗯 就是 两个房挨着 啊 就你们家原来就靠得很近是吧 两家 对 两家挨着 基本前后院就几十米 嗯 骂我你眼睛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要那个 刮农去给你自己栽呢 为什么你要是你不懂 你还要去除去再刮呢 嗯 所以就是说了一些这些话 反正是 嗯 挺难听的 我心里头就是 也很不是滋味 我说你干啥吃的呀你 你不好好看一看 那眼睛瞎了呀 但是你不会好好看嘛 你再不会的话你问问呀 嗯 干啥啥也不能 还能干点啥 然后这个瓜不卖了嘛 然后还就是说 一二年他朋友做涂料的 涂料厂 不干了 然后想让我们干 那个我想也是压力很大嘛 药布啊奶粉啊 都需要很多钱嘛 然后我就想 我说你要不然你去试一试啊 学一学 包工程文化呢 挣很多钱嘛 其实他当时也不懂也没干过嘛 然后他就去学了 学了然后有一年包了工程 给大楼里面刷墙 雇了几个工人 每天他就去做那个涂料 做完料了 然后送检 然后再看着工人 平常我不去 有一天我去了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跟那个自检 就是验搜的人 然后再不说什么 我就听见好像是不合格 要反工 没有刷好 当时我又来脾气了 一股火上了 我又给他一头骂 我也没问清楚 我说你这活都干不好 你看人你看啥呢 也没张眼睛啊 墙刷那样 当着谁的面 就是很多的工人嘛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验寿人员 丢脸哈 对 你是认真的学了吗 嗯我也学了 你觉得自己调的好吗 调的肯定是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但打算就是因为监管不严吧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也有 也有 你跟他吐露过没有 说我没做过管理 我确实这个干得有点吃力 你跟他说过没有 没说过 就是你这个人是别人对你发脾气 你忍着 自己有什么委屈或者是不懂 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人 对 就是你是特别需要别人主动向你去问 去交流的人 而恰恰恰不是这样的人 对 所以所有的沟通都是慢慢慢慢加剧的 对 怎么他就要回来了呢 那时候吧我也打电话了 你没有亲自上门 我没有亲自去 其实吧 这件事情 我要是细心的去做的话 我要是去找项目经理好好谈的话 这个钱呢 也是能要回来 你为什么不去呢 但是我就觉得 你不是能吗 你不是很厉害吗 那你就去要去吧 当时也是抱着这种 也是有点这个心理吧 你是真的有点推脱责任的想法 就是有点偏激的想法吧 你应该是一个回避矛盾的人吧 你是不敢上门吧 怕没面子吧 嗯 怕去了之后被别人绝吧 也有一点 你承认在这件事情上 你没有你的妻子对儿子更负责任吗 是 没有 这件事我做的是很不对很不好 我没有他做的好 那他要回来之后你夸他了吗 说了 不是夸我 讽刺我 他就说 你厉害 还说你行 你要回来了 我这副对他受去兴趣了 我不想说什么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好像 已经不太好了 对 因为 就是在一直去争吵嘛 然后 感情也发生了变化 然后因为这个 工程也不好干了 嗯 亏了不做了 然后就是欠了工人很多钱嘛 欠了那种十万吧 最后把我们的房子 然后也抵押了 然后把工人工资都开了 也是因为这个吧 然后成为了这叫 离婚的导火索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离婚了 你提的 我提的 我就说 这样过得也没啥意思了 是吧 很多事情 你什么也都不管 也不做 做不好 都推给我了 嗯 那还给我什么意思啊 你就离婚吧 没有你也行 我自己都行 就离婚了 孩子归谁 归我了 房子抵押了 嗯 你还得还债啊 嗯 债务归谁呢 债务归他 他们家能同意吗 孙子 他们家可是一个 不饿啊 那我生的 当然都不饿 那他也照顾不了孩子啊 我也不放心 他来照顾孩子 那怎么结婚的也是你 离婚的也是你 凭什么都你说 说了算呢 嗯 因为那个时候 觉得他还挺能干的 挺老实的 可能是 也是因为 我在婚姻当中 比较强势吧 对他什么都不放心 结婚之前 为什么觉得他能干 因为别人都是在玩 干嘛的 他就是一直在干活 那不叫能干 那叫踏实 嗯 并不代表他能力强 婚后他也挺踏实的呀 你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只是干不好而已嘛 嗯 你现在回想一下 是不是 是 两家人对你们的离婚怎么看 两家人 刚开始吧 是不知道 偷偷离的 嗯 完了后期呢 得有个 过了几个月以后了 双方就是家长 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就是为什么就是 一长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慢慢就发觉了可能是有问题 你的离婚有侥幸心理吗 就是觉得这离了还能付 有过有过 你呢 你有这个侥幸心理吗 没有 那既然你没有怀有侥幸心理 你为什么不告诉两家的人 你们离婚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爸妈就是年龄大了吗 怕他们担心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你也有侥幸心理 没有 到底有没有 没有 你觉得他有吗 我觉得应该有 你描述一下那天离婚的情景 15年的一天 嗯 我们是 头一天晚上吵完架 第二天早上一早 就去了民政局 把手机给办了 签字的时候 盖章的时候 都没有片刻的迟疑 对 没有什么迟疑 头一天晚上都已经协张好的 嗯 回来之后呢 吃散伙饭了吗 喝了一杯冷眼 谁喝的 他喝的 谁买的 我买 是你主动买出来 还是他说要喝 他说要喝 我给他买 你看这个行为 还是夫妻行为吗 买了以后递给他 他就喝了 喝了 喝了 你给他开的 对啊 你就不想要离婚了 还有一点 依你这样的 有担当的性格 你真的想离的话 你不会完全把债务扔给他 只把儿子带走 你不 这不像你的个性 你那会儿没有讲心心理 不觉得是你一次婚事想惩罚他一下 一点点吗 你看我跟他聊就能聊出他心里话 你咋聊不出来 可能是 我这是沟通的表达能力 因为你的眼神没有震慑他 就你每次你都是回避矛盾 你每次呢 你就耍耍小脾气 讽刺一下 但你每次你没有把你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应有的态度拿出来 比如说那次去要钱给孩子治病 我无能是我的能力问题 我积极不积极是我的态度问题 我上门去指着他鼻子 凭什么欠钱不还 我儿子病了 你努力了还拿不到 我觉得他会佩服你 但你什么都没做 就这点让女人看不起你 对 但是她的踏实的一念 也被她的能力不行 把事情干砸了 而被你全盘否定 这也是你的不对 嗯 是我的不对 然后说到 你刚才说因为一场车祸 是哪一年 16年8月8号 一天早晨 我去市场买东西 还有路口 被一个刹车失灵中间卡车给撞倒了 然后就让我失去了右腿 然后在医院待了两个多月 你醒来的时候发现右腿没了 就那两个月里没想着吗 想了很多 就比如说想到 以前自己脾气不好啊 那么对老公 然后在工作上啊 对员工那么要求那么苛刻啊 那么严格 然后想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等你腿没了才会想这个呢 因为就好像你死过了一次嘛 现在 就老天爷又给你一次机会 然后还留了一条命 谁在照顾你啊 我爸妈 你腿没了之后 是什么东西都要靠别人对吧 对 你要喝水 你要撒尿 你要上厕所 都得让护士 让父母来照顾你 对 你以前一定是一个什么事都想自己干的人 对 所以在求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真的成为了一个弱者 所以才会想到当年被你欺负的那些弱者 他们的感受 嗯 那你在想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觉得自己最不应该做的事 是什么呢 当年 离婚 后悔哈 那个时候 嗯 因为那时候就想到 冲动了 你离了婚之后 到发生车祸的这一年当中 你们俩人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他也没有找过你 嗯 你不是有矫情心理要复婚的吗 你怎么不跟他联系呢 没联系 有时候也想 但是 嗯 放不开面子就是没 没给他打 那有没有找人打听过他呢 打听过 你儿子总得看吧 嗯 看过几次 那也就是见到过他 嗯 见过 那就是有联系咯 你怎么说一点联系都没有呢 他来看儿子我也不能不要他看 他看见你了吗 就我把儿子领到他跟下看见 什么也没说 然后就走了 所以你看这又出现一个问题 其实你们这一年当中是有一次通过儿子 你们俩见过面 嗯 你却说一点联系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在你心目当中 看儿子看到你那不叫联系 嗯 要真正的找你 嗯 跟你说话 对 才叫联系 对 那说明你想他吗 那可不会成 你看这件事情摆道理搁在这 人家明明看到过你 你们俩有机会说过话 但是你认为这就不叫联系 他如果要真正的联系 我就应该亲口跟我说话 有一个好的态度 我们俩之间有交流 那才叫有联系 你刚才义愤填膺的说这句话的时候 说明你心里渴望 他跟你联系 想过吗 有多想 就是说那最起码你打个电话给我 打电话问我儿子也行 怎么问呢 嗯 你们在哪儿啊 嗯 你跟儿子过得好不好 嗯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回答呢 比如说我是他 你是你 挺好的 你看就聊不下去了嘛 人家好不心问你说 你跟儿子好不好啊 但是学姐是那么想 但是今天打电话的时候 所以我就知道 他打了也不会有什么好几个好果子嘛 嗯 是不是 就是你不是那种 能够轻易摸得开面子那种人 嗯 这一点你跟他是一样的 他也摸不开面子 是吧 嗯 在你心目当中 你一定认为那一年 他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凭他的脾气 对 肯定不会给我打 你应该也想象过 如果要跟他联系 他是个什么样子 嗯 跟他联系 他也肯定会不理不理我 不理我 你是不是梦里做过好多次梦 他给你跪下来 啊 跪下都没有 倒是扶着 这个肯定是有 就是领的儿子回来了 啊跟我说了一大堆好话 啊 说老公我以前错了 嗯 原谅我吧 啊就说这些 你想着没 嗯想着 嗯 其实有的时候 虽然觉得自己很强 但是在刚才我们聊这番话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挺懦弱的 嗯 想说却抹不开面子去说 对 真正的懦弱在这儿 是吧 对 知道自己真正的失去一条腿的时候 才后悔 他后悔之后你有所表达吗 就这事你告诉了他还是别人告诉他的 是听别人说的吧 谁跟你说的 嗯 是他的一个朋友 你什么反应 嗯 当时就是非常 不相信这个事实 就是没想到就是他突然会那个遭遇这个车祸 围了一条腿 当时脑瓜就嗡一下就是空白了 啥也不知道了 然后去医院看他 嗯没有去 没去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钱嘛 我就觉得要去的话 肯定要是带点钱去嘛 所以就没有去 直到了两个多月以后他出院了 然后我才领着儿子去 儿子怎么到你那儿了 因为他出水货以后那个儿子就没有照顾了 啊 完了就是儿子我就给接过来了 啊 完了我就开始照顾了 描述一下你带着儿子去看到他车祸之后的第一眼是什么样子 嗯 第一眼的话一进门他就躺在一个小床上 就是 嗯 也不那么强势了也是非常 弱势的吧就躺在那块儿 嗯 心情也不是很好 瘦的能有个八九十斤那样吧 嗯 我的心里头就是 一下子就是软了 就觉得他呢 非常需要一个人照顾他 你想哭吗 想哭 我就说你受罪了 我以前做的都也有我的不对的地方 我要是以前好好好好做的话 我们不离婚的话 那也不至于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你把他一条腿失去 有一部分你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嗯 在我的心里头呢也是非常的自责 他说那句话说你受罪了 这句话对你有受动吗 有 原来我那么对他 然后导致了我们离婚 然后 我出车祸了我失去消退 然后 他能说这句话来 我感觉好像不对劲 是有过意不去吧 嗯 然后 嗯 他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内 都会去领儿子然后来看我一次吧 嗯 然后这样没多久 我也想到就是说 哎呀 为了孩子嘛 然后 我应该站起来 不应该那么腿不下去 然后就想到了要赚钱 因为以前做任何事情的话 我认为我自己都行嘛 然后我就想到去赚钱 然后就做了卫商 这卫商的过程中 有一次要去广州参加美博 然后我那时候坐轮椅啊 我一个人好像也去不了 然后我就想到他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广州参加个美博会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 居然答应了 说陪我去 这下我停一去办 然后他就陪我去了 在一路上坐火车坐了三十几个小时嘛 然后一路上 然后 因为上那个三家铺的话 我根本上不去 然后他抱我上去 这一路都陪着我 然后扶着我 然后我感觉 哎 这也挺好的哈 嗯 就是又找到了原来那种感觉嘛 这样恋爱那种感觉 你说你早跟他吵架的时候 直接躺在怀里不就够了吗 还吵得起来吗 那个时候不知道 现在会吗 嗯 现在会吧 做微商挣钱了哈 嗯 一年的时间 就是把因为车祸嘛 欠了很多外赞 然后都还上了 嗯 然后还自己买了辆小车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感觉人 他就是说有些改变了 然后我自己也改变了好像 就是我有的时候好像就是 不是那么太强势了 你会示弱吗 现在 嗯 会 就有的时候我在忙 我天哪 你会示弱了呀 嗯 你咋示弱啊 就是我在忙的时候 跟顾客沟通的时候 就特别累了 嗯 然后我说哎呀 我这些中午饭我不要做了 你做吧 然后他就做了 这算撒娇吗 嗯 应该是吧 这感觉好不好 好 以前的话他从来不会说 也不会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啊 反正现在呢 他就是把以前 不让我做的 都让我去做的 你挺喜欢做的 嗯 我也喜欢做 做得很开心呢 嗯 而且我也做得也都很好 哦 完了我就找到了 那种存在感吧 哦 好像又找回来了 你是不是有时候脑海在想 他早这样多好 他现在改变了很多 呦 这张照片还挺漂亮 就是刚出事 已经三个多月吧 那你说我要是把 用笔啊 把这条右腿给它勾勒出来 再把两个拐杖一扔 如果是那样一张照片 是不是还不如这张照片美啊 就整个人的那种状态改变了 啊 嗯 你们俩现在住在一起吗 对 住在一起 其实现在生活在一起 跟原来的意义可能有点不一样 最初结婚的时候想在一起 是因为想过新鲜的新婚生活 现在更想照顾他 对 照顾他的起居 对 这是在一起最主要的动力 对 他照顾的好不好 挺好的 以前去家务什么的都是我做嘛 嗯 现在他会主动去做一些家务 嗯 然后还帮着我去呃 呃 配货呀 打包啊 然后送块地什么的 就现在是全能丈夫 嗯 那夸夸他呗 不好意思说 说 老公你真棒 啊 他变得金石的羞涩了你发现没有 对 尤其是今天你看做节目的前半段 它是一个很镇定强势的状态 到了说到这一段之后 你发现他开始小鸟一人了 对 没有以前那么强势的 原来弱了一些 你现在做工艺的时间比较多是吧 对 叫梦支队 嗯 嗯 脂是肢体的脂 都是一些穿着大腿甲脂的 以这种自强不息 嗯 分发有为 缠而不费 这种精神 在社会大众去传递正能量 嗯 然后我是担任讲师一职 讲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讲你自己如何站起来 对啊 通过在梦支队的演讲 然后学习 嗯 对我出动很大 学习了自良知中华文化 嗯 让我感觉是家庭也可以建设的 只要从心上出发 自己去改变自己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让我看看你那条腿 啊 这个 这前面不是袜子 是那个花纹是吧 嗯 这是一个夹着外壳 嗯 这一缸一柔 一条腿真腿 一条腿刚腿 你怎么去控制他的刚柔病序呢 因为就是 他这个 假之的话 他走路的话 他是还有一段残肢 嗯 靠这个残肢的力量 往前就带动走路 然后靠好腿的力量往前带 然后再加上腰部力量 就可以迈出去脖子 你发现你在控制一只真腿 和一只假腿的这个能力啊 跟控制男人是差不多的 就你以前只会硬 不会软 嗯 现在又能硬又能软 嗯 又能刚又能柔 想撒娇就让他做饭 对吧 想强势你就可以做工艺 是不是现在已经炉火纯青了 对 嗯 因为做工艺嘛 今年的话就是会很频繁 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 之前是婆婆帮我带着孩子 她也在外面打工 那个时候她在天津 然后突然我们呢 现在很忙 每天都有这样的活动 老人呢 年龄也大了 也辅导不了孩子的业 然后我就有个想法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可不可以回家 请照顾孩子 然后我这边去实说离不开 因为我想做我这个事业 你们现在复婚了吗 对 重新在一起了 那你来干嘛 我想跟她就是正式的 然后道个歉吧 啊 行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对这段故事的解读 张福虽然她话很少 但是我想说我看到的 最重要的 在她身上闪光的地方 就是她一直特别爱你 你们在结婚以前 你很健康很漂亮 她很爱你这个很正常 在你后来你们婚姻当中 你很强势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因为爱你 她才离开你 因为她觉得她给不了 你想要的东西 在你失去一条腿以后 她来到病床前 看到你弱弱的躺在那里 她知道你需要她 所以她可以不要面子 回到你们身边 所以这个男人在你生命中